天啊 照著三餐我們在做料理 可是有時候 你的東西會吃膩對不對 像你們就常常想花樣 對啊 因為小孩也會閒 老公也會抱怨 很論說我們要抓住男人心 先抓住他的胃 所以光是一個什麼東坡肉好了 你光做東坡肉以外 你還可以做成滷肉飯 你還可以做成不同的吃的 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要來改造食材 可是改造的是哪一些 為什麼要改造呢 改造的是有毒的食材嗎 如果是有毒的食材 是把它變成 可口的有毒 健康 健康的料理 有可能嗎 今天很大的考驗 好 今天也幫大家稍微的歸類了一下 首先第一樣東西 我相信每一個人家裡冰箱打開 應該都有 什麼東西 火腿加工的肉品 一定有 我們家冰箱的冷凍 火腿跟熱狗一定有 因為小孩子很愛吃熱狗 像我女兒很喜歡吃熱狗 然後再加一個可頌麵包 早餐她就是這樣子了 我覺得熱狗跟火腿 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不算是垃圾食物 也不算是有毒的食物 也還好嗎 說不定她有不同的見解 就像小時候媽媽買早餐 就會買熱狗 或者是買那種熱狗夾蛋 或是火腿夾蛋 媽媽會買有毒的食物給你吃嗎 什麼可能 她不會害自己小孩對不對 害自己小孩 而且我們吃到大 也不覺得現在有什麼 少了一隻眼睛 少了一隻耳朵 少了一隻眼睛 有少一些別的 而且允潔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真的有少一根筋 對 我覺得 而且他們不算毒 而且因為便利商店方便 我們現在人就是家裡可能沒有煮 所以譬如說出去外面 你可能有吃了午餐 可是下午肚子餓的時候 你就會去便利商店買那種 又感覺不油 我不會吃飽 因為我怕胖 所以我就會買兩三根的熱狗 兩三根 因為便利商店很大根 哪有 還好 很大根 很大根 沒有 反正頂多吃三根 頂多三根 一吃就對了 不餓的時候吃兩根 可是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不多 是因為它加番茄醬 所以很入味 可是番茄醬也很鹹 可是你不覺得你們兩個的觀念 有點錯誤嗎 怎樣錯誤 因為你寧可去買那種三層肉 或是去買炸的 可是熱狗很安全 因為它是幾乎沒有什麼油分 它是有毛巫劑嗎 我想小潔可能有一點誤解 其實一根熱狗的熱量 差不多一碗飯 這麼高 所以你要是吃到兩根的話 其實將近兩碗飯的份量 可是它為什麼熱量那麼高 它看起來又沒有什麼油 也沒有什麼炸 因為它油含在裡面 懂我的意思嗎 每一口都是油 不然它吃起來 怎麼那麼juicy對不對 對 而且其實它的鹽分也很高 大概一根熱狗 就佔了我們一整天的 這個我們希望2400毫克 我記得它將近400了 所以這樣是滿高的 而且因為這紅色的加工肉品 去年被世界衛生組織 列為這個致癌物質 為什麼 其實它亞硝酸鹽是必要制二 如果它沒有加上這個亞硝酸鹽的話 它其實會長肉毒感菌 或長細菌會更危險 對 但是你加上這個亞硝酸鹽 萬一你去 像你說在超商這樣烤… 高溫的烤調就會形成亞硝癌 亞硝癌就會造成腸胃道的癌症 癌症 最有名叫大腸癌 但是沒有關係 有人還是愛吃怎麼辦 難道真的都不能碰嗎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把這些東西 稍微經過一些什麼處理 讓它不要這麼毒 我們是不是一樣 可以偶爾試一下呢 來 欣妍 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 欣妍 今天我們這個火腿熱狗 妳有什麼配方 好 那我現在就先把它汆燙好了 要先汆燙 那汆燙主要是汆燙 熱狗 火腿跟豆腐 我汆燙大概一分鐘 其實汆燙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就是把它毒素釋放出來 而且重要的是 熱狗一定要劃三刀 為什麼要劃三刀 它是三刀 因為它裡面會有毒素 那你如果你沒有切 這樣出來的比較快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沒有切 因為它毒素還是在裡面 那你剛才把它切丁不是更快 不好看 不好看 對啊 口感不對 不好吃 切三刀 對 切三刀 就讓它毒素比較容易釋放出來 好 水滾嗎 對 其實沒有滾你就可以放了 對啊 火腿也下去 然後火腿也下去 就差不多一分鐘左右 但是問題是你這個 如果汆燙一分鐘 這口感會好嗎 一分鐘其實還好 如果你煮太久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大概汆燙一分鐘 一分鐘左右 那燙的同時 燙的同時其實沒關係 那我就先來把這個醬料 來 處理一下 對 我把它全部調在一起 然後這個是 味霖 味霖 然後味霖 米酒 基本上味霖 米酒 對 都是一匙 糖也是一匙 就像這種小湯匙這種 一匙 一茶匙 然後醬油是兩匙 這是糖 這是這個比例調出來 比較好吃 謝謝 其實先把它備好料 這樣到時候再去 我說比較不會 對 這都要等嘛 對不對 對啊 你這個一分鐘汆燙 差不多了 對 可以了 來 我把它拿出來好不好 所以譚老師 如果這個以汆燙來講的話 一分鐘夠不夠 其實可以再燙久一點 沒有關係 再燙 所以你現在建我們再放回去的 不是 我是覺得它燙這樣 它其實在燙的過程中 就已經解讀了好幾樣 第一個 這種紅色加工肉品 你不用跟誰配 只要先用高溫去煎 炸 它就會產生亞硝胺 OK 然後它在汆燙的過程中 其實因為有些它會有一些 加一些人工色素 然後加一些磷酸鹽 其實在炸上的過程中 去掉雅硝酸鹽 磷酸鹽 然後部分的色素也可以吸收掉 你看它鍋子的水 已經這麼准了 對 變混濁了對不對 然後我把剛剛這個醬料 對 均勻的把它淋上去 好 所以洋蔥什麼都放好了 對 放好了 我以為你會直接鋪在飯上面 你知道嗎 沒有 飯是最後的 要不然最後飯就太軟了 對不對 就會太濕了 現在看到目前為止 我前面我看得懂 對 看到這個步驟 我開始看不太懂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蛋 把它淋上去 淋上去 也是這樣淋上去 也是均勻的這樣鋪在上面 好有趣喔 等一下它微波出來 那個蛋就這樣滑滑滑滑的 是喔 直接用微波的就對了 然後基本上我是微波三分鐘 那你可以一分鐘的時候 你出來 你先暫停看一下狀況 因為每個人家裡的火力不同 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去斟酌 你是要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因為我這邊設定是三分鐘 三分鐘 對 好 三分鐘 來 啟動 啟動 對 然後基本上等一下 我就會用把它鋪在這個白飯上 就算完成 然後高麗菜絲撒上去 高麗菜絲 因為高麗菜有β胡蘿蔔 然後還有很多蒜石纖維 維他命C 蓋 對啊 所以對小朋友其實 妳很認真研究功課 對 是很加成的 朋友教妳的 高麗菜我女兒很愛吃 對 但是高麗菜在這裡 其實是一個解毒劑 還有剛才的洋蔥 也都是 因為高纖維 還有高維甄酥 尤其它用生的 它沒有經過這個烹調 所以它可以解一些 雅硝酸鹽的調味度 高麗菜 大蒜 對 對 這些都是 對 煮過了又釋放毒素 然後又加成這個 對 這個的營養加分 了解 所以舉凡剛那些 可以解毒的食材 通通不要煮沖 對 因為維甄素是很重要 所以之前我不是曾經做過 芭樂姐香腸的毒 對 但是其實用青菜 用一些當季的水果 其實效果也是一樣 對 其實像如果你要生吃的高麗菜 一般我都會就是 你把它清洗乾淨了以後 你用稍微的 重一點的鹽巴 然後把高麗菜稍微的靜個 大概一兩分鐘 對 因為上面如果有蟲 有蟲卵的話 那個很鹹的東西 它就會掉下來 對 不然很怕有一些蟲卵在上面 化沒洗乾淨 因為你吃生的 畢竟就是還是有一些封建在 而且是小孩子 他們的腸胃非常的敏感 可是我之前問過譚老師 他說熱狗是不能跟番茄一起 對 其實熱狗不要跟番茄一起吃 熱狗跟番茄不是絕配嗎 對 是火腿一樣 是啊 因為其實水果裡面含有 刺激胺的東西不多 一個是香蕉 一個就是番茄 對 那我們因為很習慣 就把番茄跟這個熱狗加在一起 太助配了 其實它是雅硝酸鹽加上胺類 這樣很容易形成一個雅硝胺 所以其實你要吃番茄是很好的 它有很多的營養 但是你跟它 距離要一個少許 直接到了 來 這邊好了 三分鐘OK 來 看一下 其實有一點香味跑出來 來 看起來還不錯 還不錯 對啊 還不錯 而且你看外面是感覺有熟 裡面其實應該 是還有一點水水的感覺 有香 好滑的 再來呢 之後我就把它扣上去 扣上去 反扣嗎 其實反扣就好了 妳行不行 直接來 直接推過去 好 直接用完的 其實要吃的東西 我看它們也是用滑的就好 對 用滑的 對 好 這很漂亮 你都愛吃它就 對 很好 對啊 對 就是這樣 太厲害了 我剛剛還要拿一個盤子 再倒過來 然後再倒過來 不會 太麻煩了 因為妳扣下去 妳的底部不見得比較漂亮 對 很漂亮 而且這樣這個果膏 還有兩條的那個時候 看起來就 然後加一點高麗菜絲 對 對 高麗菜絲 然後再加一點海苔 海苔 海苔小朋友最愛了對不對 這個營養很好 對 好大一碗 麥香不錯 對 這樣完成了對不對 完成了 好 好好吃 我們要來試試一下 這個看起來好像還真有一個樣 對 對不對 怎麼樣 很小孩 甜甜鹹鹹的 對 都是小孩愛吃的 好吃 因為有甜味 就是那個味醂跟一點糖加那一碗 對 甜甜鹹鹹的 真的有日式的味道 這個熱狗跟火腿是一個重點 對 經過汆燙 再微波之後 你們現在吃起來那個口感味道 還可以嗎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那個 就是汆燙的東西沒有變得太軟 然後它高麗菜又增加 它脆脆的口感 所以吃起來不會覺得很空虛 對 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火腿汆燙之後 味道還是一樣 我本來以為汆燙之後 會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還是很香 但是真的 蕭的味道有比較少 對 我覺得蕭的味道少滿多的 蕭的味道老師吃得出來 對 好厲害 蕭是什麼味道 蕭是什麼味道 這種蕭味 我是湖南人 我們湖南人會吃那個臘肉 會加那個蕭沾鹽 所以一吃就會知道那個 這個味道算是滿淡的 那個蕭沾鹽的味道 秋香老師應該也可以感覺 但是如果依照他現在 從頭到尾的做法 他老師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這個高麗菜絲 我們汆燙一下加更多一點 但是可能要多加一點高維生素食 我們可以加一些蒜或青蔥 我覺得這些蔥 薑 蒜 青蔥 都可以解這些硝酸鹽的這些 但是像這些東西 如果你把它煮了像一起微波 熟了之後它的解毒功能還是在嗎 其實它這個是對的 因為它沒有去高溫的烹調 它就不會形成這些雅酵胺 像如果你直接把這個 微波不算高溫烹調這樣 因為它是水分子狀劑 那你其實如果直接用油去煎 那真的 所以什麼微波有時候 還比較好 對 而且他剛才信元有講 他說可以用漸進式的 就一分鐘一分鐘 慢慢的加 其實這個是很正確的一個步驟 對 老師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有聽說加醋會讓雅酵胺 是不是會變少還是不見 其實不會 那應該是維生素C 所以其實你可以吃一些水果 像這個飯後水果 你就可以選一些柑橘類 那可以選一些柑辣 那不可以選小番茄 對 番茄 記起來了 所以光由這一道我們就知道 原來我們在解讀的同時 沒有弄好又增加其他的東西 對 接下來還有一種 冬天雖然過 但現在台灣在飲食上面火鍋類 對 都在吃 但火鍋料理的東西 其實還是不安全的 對 要來改造一下 好 來了 好 我今天要來煮一個 咖哩火鍋 對 咖哩火鍋 好 然後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要把不好的物質 給去掉 所以一定都要用汆燙的 對 那今天因為我們火鍋 一定要有高湯 對 對不對 高湯 那我們就用一個 高湯也自己弄 對 也自己弄 我們用一個 對 簡易的 好 我們加一點點油 因為我直接用這個砂鍋煮 加一點點的油就好 所以這個砂鍋 大概就是完成的時候要裝 對 那因為我們的火鍋料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物質 所以我們就要來 砂菌 所以我們就加大蒜 對 妳真的是剛聽了譚老師講完之後 零食買了嗎 還吃 看得出來 本來就有準備 還切個這樣大大小 對啊 一定要 然後 本來有準備 趕快在後面 本來沒那麼多 而且它又是辛香料 對不對 它可以讓火鍋更增添 羊蟲也是剛剛超新年的 對啊 我直接剩下你拿的 對不對 殺進第二位 第二位 來 好像石頭火鍋了 對 下去爆香 在家裡也可以煮石頭火鍋 要吃個健康 對 是不是很棒 對啊 但是這個 簡單這樣兩樣東西 那個香氣就有了 今天我們準備的這些火鍋料 我們就準備 雁腳 蛋腳 魚腳 腳類是最基本的 對 所以我就直接滾水汆燙 這邊是要汆燙 對 汆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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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料不是直接下去煮了嗎 汆燙 我們要把不好的物質 給汆燙掉 那都是上一家都有在講 對啊 都沒有在聽 有沒有在聽 有什麼不好的物質 它裡面好像是不是有一些 硝酸鹽還是什麼 硝酸鹽 對 其實因為食品的加工 很常要加那個磷酸鹽 然後讓它的口感 而且其實汆燙的過程中 你可以去掉很多的油 因為像那個燕餃 像剛剛那個魚卵 我們看起來沒什麼 那個中間是 對 覺得沒什麼 那一個就加進10塔 你看我們沒有加任何油 它的油是不是都浮出來了 滿油的 對 滿油的 因為火鍋越吃越油 它那個米漿裡面 其實放了很多回的 一個回豬肉在裡面 加在一起它口感才會好 對 所以魚腳裡面是豬肉就對了 對 怎麼是豬肉 它需要出油 對啊 出肥肉 其實你看魚腳的那個說明 第一個都常是豬肉 第二個才是魚漿 通常你越多的就擺在越前面 對 而且你知道一個這樣的魚腳 就有的就將近20塔 其實也是滿下熱的 所以汆燙的好處很多 不好物質還有油都去掉了 而且油可以去掉一些 其實我們如果不能 完全不吃它的話 其實用汆燙的過程 可以去掉很多油 所以很重要 好香喔 好 然後我直接加水 加水啊 對 加水 加水就好了 加水就好 因為我等一下要用柴魚 柴魚 對 你看那個肉片 就是我們現成的 都可以 只是一個香味而已 對 然後我把它火開大 然後我稍微讓它滾一下 這個厲害 然後這邊汆燙的差不多 對 這邊是要把它燙到熟是不是 就燙一分鐘 就讓它把油脂 還有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差不多了 對 因為蛋餃我最後放 因為蛋餃它比較容易爛 對 所以我最後放 稍微讓它滾一下 它有順序喔 不然你等一下撈出來 蛋餃都散了 散了 對 分濕了 只要再煮又更不好 對 你看水也變混濕了 其實應該差不多了 對 其實這樣煮的時間 幾乎都熟了 對 所以該會 關火了 好 可以關火了 所以其實很多加分食品 只要去汆燙都會減少一些 都OK 但是你汆燙完 你不要想說 這個高湯要留著用 好注意 對 而且火鍋最高普林的就是這個 對 然後我用這個加柴魚 柴魚 因為我利用柴魚的鮮甜味 讓高湯變甜 這個很厲害 為什麼不整個丟下去這樣 不要混在一起 整個丟下去 你等一下還要撈起來 柴魚不好癢 柴魚不好吃 比較柴 對 不太會吃 對 我們其實柴魚的鮮甜度 很快就會釋放出來 所以滾了之後稍微喇喇 它就會很鮮甜了 對 所以也不需要太久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還可以下去把它炒乾 加一點醬油 就變成下酒的小菜了 對 懂不懂 加一點醬油 加一點醬油 就好了啦 對 熟神 懂不懂 好 然後我們現在加咖哩粉 咖哩粉 好 讓它變香 變濃 這有 為什麼要加咖哩粉呢 好香喔 對 很香吧 味道濃一點 真的 好不好 我們濃一點 因為這樣全部下了 加咖哩粉太甜了 好香喔 因為咖哩粉那個薑黃好 對不對 對 因為有 為什麼我會加咖哩 因為日本有一個研究 就是咖哩跟大蒜 還有我們待會用的花椰菜 它是都 可以抗大腸癌的 真的假的 對 對 妳也懂日文喔 有發音要研究嗎 對 我以為是預防老人失智 沒有 沒有 它可以看 我很需要 怕以後要替它 對 好 而且我覺得雅蘭很聰明 她用的是咖哩粉 因為咖哩塊油脂比較好 對 而且咖哩塊裡面 可能又有一些過多的調味 對 所以它用的是非常正確的 正確的就對了 就真的可以預防老人失智 我加一點 真的預防老人失智 真的 預防老人失智 加點 薑黃嘛 對 薑黃 它有一個 很好的燙花園的一個 你還用海鹽 那我還真的要多吃 對 我們加一點鹽巴 因為失智 它是有遺傳性的基因對不對 擔心 對 擔心是這樣 對 擔心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放一些玉米筍 玉米筍也很棒 玉米筍 真的 小孩又很喜歡 玉米筍也是好東西 對 它是高纖維的食物 對 高纖維 那個玉米筍 大家很怕農藥對不對 對 當然其實玉米筍它是蔬果 就像我們它整顆玉米長很多 對 但你要讓它有一些大一點的 就是它的長好的玉米要比較多 所以它們長了很多的 扒下來就是玉米筍 所以基本上來講 玉米筍並沒有大家想像中說 農藥那麼的多 對 那也是最沒有農藥的 是 可是外面現在都流行賣 連帶皮的嘛 對 我自己是買帶皮 是不是一起吃嘛 我自己是帶皮的回來 其實你可以扒 對 剝開來洗就可以 因為小孩好喜歡玉米筍 對 對 好 然後我們把火鍋料 再擺回到鍋裡 沒錯 稍微的滾一下 對 稍微入味就好了 就OK了 因為已經熟了 這根本太低級了 還擺這麼漂亮 沒錯 好的 我們起鍋前呢 就加上我們的蔥花 就完成了 來 謝謝 謝謝 來 請出來品嘗 太厲害了 這個味道不錯 真的 很好香 沒有 它是玉米筍的味道 沒有嘛 不會太軟 不會 還有QQ的 而且一下就入味了 對 而且我第一次喝到咖哩湯 是不膩的 這個好吃 因為外面都太鹹太甜那些 對 這個亞蘭裡面加了很多的 這些辛香料 而且它的青菜 尤其這個玉米筍 這個玉米筍是青菜 然後玉米是碳水化合物 這個是很高纖的 而且還有花菜 其實它這個是滿好的一個 一個解毒的方法 而且它最後撒上那個蔥 青蔥 青蔥也是解毒的 很多人在煮咖哩 它的配搏其實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譬如說加蘋果 有的人加一點什麼鳳梨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大概怎麼挑 加蘋果 是 但是如果真的 亞蘭是真的是 廚藝界的老大 就是演藝界的男妻老大 但是我如果給它 雞蛋裡面挑骨頭 我就只有會挑 它的肉應該先拿起來 在煮咖哩就比較軟 對 其實它的其他的作法 都非常的到味 很開胃 怎麼辦 下次再拿一鍋 好像在加上什麼冬粉 還是要那個白飯之類的 這樣肚子真的會大 OK 但是我們就告訴大家 其實火鍋料 不要像我們以前傻傻的 直接丟下去 直接丟下去煮 煮完就吃 然後整個火鍋的湯 還喝到不行這樣 其實是危險的 好 謝謝亞蘭 謝謝 妳出來幹嘛 所以最後一個 應該是壓軸才對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妳是不是專門製造毒的 製作單位別有用心 因為它要讓你前兩道 先吃飽 吃飽了 對 這個就可以少吃一點 這也是 飲食 不只是飲食 要增加一些創意 是 但是今天我們呼籲的任務 是油條 因為油條之前 我們就有新聞在講 油條 它的蓬鬆劑 裡面就含了鋁 鋁 鋁可能會造成你的失智 對不對 重金屬 怎麼辦 剛剛好不容易用咖哩解毒了 妳又來了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平常非常喜歡吃油條 我可以不吃火鍋料 可是我不能不吃油條 然後因為這個油條 我覺得我去外面吃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蔥刷餅 加油條 好吃 口感超級棒的 可是我覺得 既然我避免不了吃油條 那我就用多一點的那個 像蔬菜有維生素C 還有一些維他命 重點 你以為重點在蔬菜嗎 不是 重點在我們的 鮭魚 我跟你講 它替代了我們的好油 你看我今天裡面 對 鍋子 現在是鍋 將 裡面都沒有油 對 所以我的油在Omega 3 對 3 對 好 來 鮭魚裡面 她很認真唸的 不要這樣 鮭魚非常好 鮭魚非常好 鮭魚的油脂很多 老人吃預防痴呆 年輕人吃養顏美容 對 好耐說話喔 老人就比我 切心乎鮮 你覺得理文化 但是她也滿有道理的 因為它就是Omega 3 Omega 3有異於腦部 對 那萬一你吃到一點點 油條 我要先放一些那個 胡椒液下去 給它入一點點味 然後要 我不會就是剛生的我就下去 因為我會給它有一點點 煎出油了之後 我才會放調味料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進去 對 要煎到有點恰恰 對 像我這個就有點成功了 不過說實在 妳看 這裡有攝影機 妳看 它的油還真的是 對不對 有油 怎麼就都出來了 鮭魚的油脂非常多 其實我剛剛在 就是在弄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跟我說 油條不要鹹 可是不管 因為我喜歡吃再軟一點的油條 我會用煎的 對 因為我喜歡吃軟軟的油條 軟軟的 軟軟就拿去放在太陽下 晒一晒就軟了 不要太久 很快 你進去一下 然後把它撿起來就好了 你確定這樣有用 這哪一招 不是 油條遇熱就會比較軟 軟軟的比較好吃 我不喜歡吃脆脆的油條 好可愛 水煮不行 水煮會亂亂的 不是 你這個油條在沙拉裡面 應該是扮演有點像蝦鬆 那種脆脆的 對 我不喜歡 怎麼那麼軟的 我喜歡吃有點 洗在麵包丁 對 麵包丁有嚼勁 可是那個不是 麵包丁是脆脆的 對 我不喜歡 我喜歡有裡面 比較有嚼勁的麵包丁 軟軟的 我幫你弄好 你可以幫我顧一下嗎 我幫你炒 好 這個是沙拉醬 這個是優格醬 沙拉醬一匙 因為沙拉醬比較油 所以沙拉醬一匙 然後優格醬兩匙 好 好 開始囉 開始怎樣 重要的步驟 攪拌 這有多重要 才會均勻 對 均勻 醬料也是除了擺盤之下 醬外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妳這個醬料 當也好了以後 妳是怎麼樣 要在蔬菜上面 鋪滿所有的食材 再淋上去這樣 老人家不要急 現在就要開始了 我們先放一點醬料 鋪在底板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青菜才可以黏得住它 對 不然會跑掉 她把對啦 當醬糊的功能 對 醬糊 妳不要把我的美食 我長那麼開心好不好 而且我裡面唯一不健康的 就只有油條 但是我有太多健康的食物 去幫助油條 就是要杯得起它 好 現在開始撒食材囉 開始撒囉 玉米 玉米 你看是不是黏住了 對 好厲害喔 這樣油發揮 其實生菜 它就是一個很像碗這樣子 就嚇壞了 不需要黏住啦 對啊 一個人吃兩個番茄 剛剛好 可是番茄跟油條可以嗎 陳老師 基本上這個兩個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 前面沒有消災鹽 好 接下來呢 是不是蘋果嗎 對 一天一蘋果 健康遠離我 健康遠離我 我這樣知道妳會說錯 我心裡才在想 健康遠離我 妳就住院啦 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不能少蛋白質 好 OK 白土蛋 對 白土蛋 好 大概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太豐富的話 我等一下會裝不下 目前看起來顏色還有營養 好像還很漂亮的 鮭魚上去就更漂亮 對 因為還有橘色 好 接下來呢 我來了 鮭魚要來了對不對 不要 你走開 你先幫我加一點熱 以後我走開又要幫你加熱 我到底要去哪裡 你要馬上加起司 還有一份要加熱 對 不然會溶 不能 不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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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步驟很重要 小心妳的腳會不會燙到 可是我懷疑這樣子 有辦法起司會燙 其實應該會 我也覺得還好 其實應該要把鮭魚上面鋪起司 直接鋪好 然後直接挖一瓢放上去 對不對 在鍋子裡面就要灑的 對 你知道嗎 不管啊 因為這是焗烤的 對 OK 就這樣嘛 沒關係 我們現在進入第一進步 對 其實不加起司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起司其實辣好像也滿重的 不行...起司很營養 起司 起司很營養嗎 小姐 對 妳應該要用帕瑪森起司才對 應該說真的 這是焗烤的 對 妳那個就這樣子磨吧 把它磨一磨在下面 對... 今天的主角 油條 終於來了 大概一片兩個 終於原味 好 大概一片兩個 麵包丁的油條 對 起司在麵包丁的油條 好 好 接下來呢 其實妳這個油條 一個份量裡面只有兩小塊 那個還好嗎 對 還好 而且我覺得小姐 既然在油條也不錯 因為它的顏色是淺的 不是 油條你既然要吃 就要寫這個 顏色大小 不要老油條 妳這樣包飯糰那個老油條 很酥脆 炸到不行了 很漂亮吧 其實這樣就是一個份量 對 對不對 其實吃的時候 往內包合起來 就可以吃了 鮭魚凱撒油條沙拉 好不好吃 我們讓大家來聽 品嘗 來 好吃的其實 是不是 油條真的是軟的 對啊 有沒有 其實喜歡吃軟一點的油條 要下去煎 有一點點像法國麵包的口感 那個油條 一點點 我記得不需要加起司了 我也覺得 對 加了起司就有一點點 就是太多了 對 太多了 因為其實你的蛋白質來源 你有蛋 有鮭魚都夠了 對 那你的油脂呢 因為你已經有用那些沙拉了 對 但基本上如果說 你要看起來很澎湃 這樣子是很澎湃 對 它裡面加分 很重要加分的 就是有加了蘋果 對 如果說你買到好的蘋果 那個蘋果的皮 也可以一起加進來 那到底油條的毒對健康的影響 其實這個油條 他小潔選這個是比較淺色的 因為淺色的 它屏息性就比較低 過去他們曾經有人做過檢驗 這個初炸油條跟這個再炸的 老油條 差了十倍的餅條 這麼多 對 所以我覺得他選擇就很 對 而且他剛剛一直強調 他喜歡吃軟的 就不要再回鍋炸 對 對 那你炸一次跟第二次炸 其實問題就差很多 那如果用烤箱下去烤熱 烤酥 你要控制在120度之下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素脆口感 那你又不想要讓秉希先生告訴我 其實有一個辦法 你就先預熱烤箱 在120度左右 然後大概預熱五分鐘 然後進去烤個兩三分鐘 趕快拿出來 就OK 就好吃 對 拿出來的時候 趁熱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粗暗的紙巾 把它吸一下 對 把油吸掉 對 在這個油條第一個就是說 它是含鋁的一個東西 但是如果以吃這麼少 它的鋁對腦部的影響更不大 因為你還是會排掉 但是重點就是 剛剛譚老師講的 如果說你是挑選 那個深色的油條的話 因為它重複在炸 有一些時候 你要讓它那麼酥脆 葉酥脆的東西 就是用老油來炸會比較酥脆 為什麼我們以前 我們餐廳在賣那個飲食鹹 如果說你用新的油 完全就炸 就沒有快速的 讓外面上色又脆 所以到後來我就是 基本上就是不敢賣這個東西 因為你要讓它就是會上色 你就用很老的油去炸 這些老化的油 其實對身體的傷害會更大 還有網路上有可能會教你說 你用一些乾淨好的油 再重新把它炸 就會讓你的油條有解毒的效果 其實就是你在炸的時候 那些油會被逼出來 對 會讓你的不好的油 會變比較稀釋一點 可是如果用譚老師那個方式 其實是比較實際一點的 而且你看我今天的油條 剛剛用了鮭魚的油 再下去熱了一下下 所以我覺得那個油條 比平常的油條更好吃 對 沒有那個腥味 對 真的是 所以允潔這一道算是成功了 對 因為它加了很多的 像番茄 這些什麼葉菜類 還有水果 其實它這個算是滿好的一個方式 是真的 也會解點毒 但是它也適合現在可以嫁人 可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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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我想剛剛我們三位 就是依照自己解毒的方式 我們稍微全身給哥哥看 但是接下來這叫專業版 沒錯 對不對 邱香老師 各位 妳來 解毒料理 今天桌上一擺開 大部分都是蔬菜類對不對 對 最好的解毒廟方 對 因為剛剛那些東西 我們雖然就是三位小美女 她們那樣的作法就是 只能降低 就是藉由一些東西來消除 她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完全沒有辦法 讓那不好的東西 還是變成好的 還是沒辦法 但是既然那麼好吃 而且家裡有小孩子 你免不了會吃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吃還是照吃 少吃一點 但是就是把這個 有意的東西 讓它排出去的東西 就吃進來 對 這樣造成一鍋湯嗎 我是有湯有菜 對 好 這個是紅棗 紅棗其實它是可以幫到你的 乾功能的 老師 妳要捏一下 捏一下 它才會釋出來 對 才會懂 那你把它捏一下 它煮的時間就比較快速 好 在中醫裡面 這個藻子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的 乾細胞更活化 那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會加一些洋蔥 洋蔥又出現了 洋蔥 然後我剛剛都是 紫洋蔥 還有一些多分的成分 紫洋蔥好像一兩又更多一點 是 它多了一個花青樹 還有番茄就把它放進來 那會有薏米 就是薏米 大家會覺得說 它為什麼會有解毒的功效 因為它就是一個濾水 濾水 然後薏米本身就是又有一些澱粉 那蘆筍也是有清熱解毒的效果 但是我不在這個地方放 好 那這個昆布 昆布就把它加進來 好 昆布千萬不要去泡到 膨脹在這裡 就沒有味道了 是 好 那我現在一定要給它滾起來 滾起來的時候 還有黃豆芽 來 也直接下了 那先下是不是 是 可以先下 我們今天材料好多 這很豐富 對 好 全部下 因為它煮了也會不見 全下 那我們工作人員那麼多 對 昆昌米就可以吃三餚 半鍋 好 那就把它先蓋起來 好 那我在這邊先不加鹽巴 我等一下再下其他料的時候 我再加鹽巴 這邊還有一些料 對 因為我今天要做一個涼拌菜 那邊滾的時候 我就是一道一道汆燙 這個汆燙我就可以 你可以汆燙 那也可以不汆燙 因為它本身就是 我早上才汆燙好了 那為什麼會用汆燙 用這個黑的汆燙 對 黑木耳汆燙 如果你用大朵的也可以 但是小朵的話 我會覺得它口感比較好 我把它拿來做涼拌 因為這個黑木耳 它會對我們血液中的一些 口序會有幫助 是 然後我會把這個洋蔥 洋蔥 洋蔥絲 對 洋蔥絲你泡水 對 泡一點冰水 不然的話 嗆味 對 第一個就是降低它的醬味 再來就是保持它的脆度 對 因為你有泡冰水跟沒泡冰水 它的脆度就不一樣 對 是 巧克力嗎 是 那我這個先加進來 那我先來調一個醬 好 我自己這個洋蔥水 那就不要浪費 洋蔥水OK是嗎 洋蔥水很OK的 對啊 是 那我就先在這邊調一個醬汁 胃瓶大概就是20ml左右 然後醬油 無論是你用的是日式醬油 或者是一般的醬油都可以 醬油跟胃底的比例差不多 因為我們今天量很多 好 這個就是芝麻香油 芝麻香油大概就是一匙就夠了 OK 一匙就夠 太多 因為我們的料非常非常的多 對 然後這個枸杞子 我等一下會拌 我就先放一些下去 就先用冷水把它泡開 枸杞子一定要洗好不好 好 先洗 對 然後蒜 好 繩頭 繩頭 然後就是黑胡椒 黑胡椒 很吸引 是 好 我基本上這個 先這樣子把它和一和 等一下我再把一些 辛香料放進去 你可以不加檸檬 直接用柳丁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剛剛加 這個味 對 我剛剛加了味醂 所以在這邊不能再用柳橙了 太甜 是 像柑橘類的剛剛老師也有講 敦史老師也有講 就是 其實它也是一些 解讀的一個好東西 給它美食 整個我們就基本上來把它挖好了 因為今天量比較多 現在這一陣子的檸檬 其實它的汁沒有很多 我放這裡 對 它汁沒有很多 但是它有一些質 沒關係 待會兒大家 就把這個都放在這裡好了 好 看一下 應該滾了吧 好 那我一道一道來燙 好 現在呢 差不多已經下去了 我現在就先給它這個菇 這個叫做 其實它就是金針菇的一種 吃的處處有金針 不一樣 它顏色比較深一點 是 那 用桑橘菇 用什麼紅喜菇 我都可以 是 但是這一種就是 我們的金針菇系列的 它會對我們的肝功能 寬勝功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就會加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錄影要讓它好看 所以我沒有把它切斷 可是我在家裡的話 我是會把它切小斷一點 對 比較助於吸收 消化 真的 消化 對 才不會明日洩 對 因為這個東西很神奇 它就是不太容易 包括我們的胃酸 都沒有辦法把它的細胞破壞掉 真的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盡量就是咀嚼得久一點 這樣比較有飽足感 是 我等一下 我還有會加韭菜 因為韭菜 春天的韭菜是最好的一個 好吃 它是一個補羊的 補羊 我們的洋氣煮的話 自然而然你的精神就會好一點 你的一個代謝精神就會好一點 但是韭菜 你如果煮太久也不好吃 所以我們韭菜等一下 這個滾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了 30秒 對 它滾起來的時候 我這個就OK了 OK 那我就把它拿起來 還脫脫的 紅棗還想脫度上半 對 好 那現在我把這個韭菜放進來 好 這韭菜進來 其實它大概就是30秒 30秒 不要太久 因為韭菜太久的話 它那個口感不會碎 會不一樣 很不爽脆 對 你有沒有順便帶一些豬血 今天是要解讀 好 那我帶豬血還要帶酸菜 對 沙茶 是 是 好 好香 好 那我基本上 這個涼拌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把它加進來就好了 碩子直接加進來 這個醬汁加進來 拌一拌 開胃 我會給它一點點的香菜 一點點的香菜 就是這樣子拌開 很香對不對 這個顏色又很漂亮 對 很香 好 那我這個部分 就先讓它給它泡著 那它的醬汁等下就會吸進去了 那我現在 這個湯頭裡面 鹵筍 我還加的是鹵筍 然後還有加的這個是青蒜 為什麼鹵筍要這麼晚放 因為你先晃的話它就不脆了 軟糕糕 是 這是海瓜籽 太多了 這個時候一滾起來就好了 海瓜籽 好 那上面完全沒有一滴的油脂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像一些蕃茄 一些一米黃素 還是有一些油脂 所以 油溶性的 對 所以給它就是大概五星星就好了 很漂亮 好 然後一點點 所以其實很多油溶性的營養素 油不用多 一點點夠 真的是夠就好 對 是 那我們給它一些鹽巴 對 調味 是 對 真的 而且芝麻油其實不耐高溫 要這樣加才是對的 對 這個是青蒜末 青蒜末我等一下就是撒在上面 是 現在也可以加進來 多加一點 好漂亮 多加一點 青蒜末加一點醋 對 沾點那個火鍋肉片 感覺超夠味 又是火鍋 他又是火鍋 好愛吃火鍋 看起來顏色也好美 不得了 而且紅喜菇感覺 那個金喜菇 金喜菇感覺好像很滑口 很滑口 對 而且感覺好像是韌味的 你必須要花一些時間去咀嚼它 好 這樣完成對不對 好美 頭起爪上去 同時的這一鍋 燙好也好了 滾了 熄火 好 一乾一湯 大家來品嘗一下 來排毒一下 這個專業版真的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 你看就是 好香 好香 還沒吃食物就來了 真的 好香味 沒錯 太正點了 好好吃 好 這個味道剛剛好 而且老師加了一顆檸檬 完全不酸 只有檸檬的香味 對 香氣就 好吃 而且枸杞不只解讀 它很甜 對 很甜 配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就是 枸杞子就幫助你的乾細胞 然後木耳就是可以幫助你的 淨化你的血液跟腸道 讓你的腸道有益性比較好一點 這裡面其實 那個洋蔥也很棒 超脆的 對 一定要泡過冰水 對 一定要泡過冰水 然後你把它切薄一點 你的水的量就不要太多 因為你水量多的話 營養還是會流失在水面 好吃 而且這韭菜也好好吃 超脆的 我已經可憐完了 我要喝湯 喝湯 而且那個蒜也不合法 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如果肝功能不好 都一定會吃蛤蜊 辣湯 對 味道更感 其實像這個海瓜子 其實也還很好 重點就是我們家的豆芽菜 豆芽菜它本身也是一個 沥水小腫的 它有很清甜的口感 很棒 我覺得它雖然是淡淡 但是也有厚勁 甜甜的味道 很香 很好吃 很好喝 而且吃了之後 不會覺得有負擔 沒錯 因為像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今天好水腫 我想說我等一下喝完這個 去上個廁所應該就 開副苗條的身材 潘老師 可以 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尤其這個五彩繽紛的 我覺得剛才我們雖然吃了一些 比較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現在都解讀了 對 所以這一種 像潘昭老師 這個應該是說我們定期 比如說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今天在煮一鍋 禮拜到禮拜我們在外食的一些 讀書來排一下 很好 對 排麵 其實你也可以在裡面加牛棒 味道很棒 對 鮮甜 對 牛肉 蘿蔔 除了我們這個 菊老師煮的以外 譚老師加碼一樣東西 來 解讀的鳳梨水果醬 這個就是因為 我本來是要搭配這個 蕭三鹽的東西 因為蕭三鹽的東西 我們需要一點點的這個 維生素C 對 因為現在是台灣鳳梨正產 最近梅子也開始出來了 那就用這個梅子汁 跟這個鳳梨和在一起 這裡面我有加一點的洋蔥 洋蔥要先像 秀香老師這樣泡過 然後稍微燙一下 其實你如果要搭配海鮮 或者是搭配肉類 可以加一點什麼 變沾醬 對…也可以變成沾醬 那也可以當成一個 錯 連洋蔥都很好吃 洋蔥沒有香味 你看就變成一個 鳳梨的沙沙醬 對… 好搭 好好吃喔 非常搭 加了這個梅子是真的是 畫龍點睛 超好吃 因為都有豐富的消毒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剛剛要吃 很多的這些加工品 那有一些纖維是必要的 對 一開始那個洋蔥我吃 我以為說一看 加盧蕙 厲害 這洋蔥 但吃起來就是 講完前面我也喝 我覺得這個湯汁 加一點水當夏天的飲品 好喝 是 對 這也很公平 對 夏天戒掉飲品跟冰品 對 就是這個 好喝 好 所以我們常常在吃很多的食物 當然這些食材 都是在我們日常送當中的 隨手可得 而且都不能避免的 對 但是不是不能吃 適當 但是我們把一些不好的 如何想辦法解毒 把它解掉 身體才會健康 對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